嗨,大家好,我是里面的音乐老师,康老师 那今天呢,就是我们的发声练习二 也就是我们的练声技巧里面 怎么样让你的喉头往下 喉咙敞开 还有包括你的口腔,牙关 该怎么去预备 并且今天我会准备一条练声曲 让你更加去感受 好,那我们上节课说到了 关于你的身体的放松 你该怎么样状态 其实你每一个练声,包括你唱歌 都要用像我们之前第一课那样说的 放松的状态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打开喉咙 那我们说打开喉咙,边吸边唱 很多一些专业老师问出 你要边吸边唱,哇,这个很难 该怎么去理解 或者你喉头该怎么往下 那我开始一吸,但是一做之后又往上 大概怎么去理解呢 我们今天也有一个 这一课呢,关于练习练声技巧 就跟你分享一下这个发声的部位 好,打开喉咙,就是说 像我们上节课说的 像你打哈欠一样 一打哈欠的时候呢 就有股很凉很凉的风,凉嗖嗖的 到你这个喉头这个地方 你看你打哈欠,它就在里面 包括你的,你摸这个地方牙关 它其实是打开的,你看 打开 而且包括你的喉头部分 特别是我们男生呢 男生这个地方,喉头可以很容易浅显 意见,你看 就是 男生的喉头基本上你要保持一个位置 不能说老师保持非常低 但是一定保持一个位置 好,这个状态呢 其实你唱歌就是我们所谓的 边吸,边唱,喉头 里面都是完全打开的状态,你看 好,我们呢 用这个状态呢 就练一个声 我们用个 用一个 来唱它,你看 保持这个位置 记住,加上之前的放松状态 所以你感受到你的腔体 里面这个口腔啊 非常非常的空 非常非常的通 或者你可以再高一个 仔细体会着 当你这样在唱的时候 你在边吸气体会 有种吸气的感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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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鬆你的身體 你看 好 當這個練習呢 你不用追求這個音量很高 就是在你的中身區 就在你的自然身區裡面 甚至於加上你的表情 身體越放鬆越好 好 這一刻呢 就是我們講到的 怎麼樣打開喉嚨 你的口腔 牙關 可以面對微笑練這個聲 那麼如果 鏡頭前的您還沒有點擊訂閱我們的頻道 歡迎您點擊訂閱我們 並且打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接下來精彩的內容 好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期待下一次再見 好 拜拜